動作怎麼樣呢 做 剛剛主要是彩排熟悉一下 再來就是你要準備好準備什麼呢 準備那個你要下載的東西 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OK 然後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也許你就重新開個新的頁面好了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錄製聚齊了 這邊有個錄製聚齊 OK 所以你要錄製聚齊之前你可能要想好步驟 就剛剛做那個步驟你要熟悉喔 你不能亂點 亂點的過程當中也會錄下一些不應該出現的 這個程式 然後我就按錄製聚齊 接下來的話那個聚齊名稱的叫什麼叫 也許叫大樂透下載好了 OK 按確定的話就開始錄製了 所以剛剛的動作就要再重複做一遍了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1 先怎麼樣 資料裡面的從web 2的話就把這個貼上按個到 3的話呢 他有一些什麼 一些訊息出現 你就反正一直按4就對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讓他跑出 這個東西之後在這邊打勾 打個勾 然後匯錄就可以了 匯錄到這邊按確定 A1 OK 好他就匯錄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停止錄製了 開發人員停止 因為我只要錄一次 那你不需要第二次啊 因為第二次 第3次第4次都一樣的話 那你如果說要錄16次的話 不得了了 剛剛花很多時間 所以你就錄一次喔 停止喔 OK 停止之後的話呢 第二個 請你切到哪裡呢 剛剛錄製的劇集在哪裡 在這裡 劇集 剛剛有一個叫什麼啦 大樂透下載 所以呢你就把這個 剛剛錄的那個大樂透下載有沒有 按下編輯 那編輯呢 實際上就跳到Visual Basic啦 OK 所以呢你就點這個 編輯 跳到哪裡呢 跳到那個Visual Basic 裡面來了 那實際上呢 這個把它先縮小一下 它實際上就是錄製聚集的時候 會順便幫你做什麼事呢 順便幫你 建立一個模組 叫Module 1 所以錄製的時候 一先幫你把Module 1 產生 二 你輸入了一個大樂透下載 它會幫你增加一個這個名稱 你剛剛做的動作呢 它會幫你把它記下來 變成程式 OK就這樣子喔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 可以下載 現在只有下載 第一個Page 可是我要下載 1到16 所以 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改成 For i 等於1到16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 Distination 意思就是你要放到哪一個 儲存格開始 它現在 是A1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第二次下載 那不能再放A1啦 因為你A1第二次蓋掉了 不是第一次就不見了 所以需要什麼 向下追蹤 到最下面列 的位置 把它怎麼樣 加1就可以了 意思說 幫我把它抓到最下面位置 然後呢 再幫我把它加 就下一列的一次 它就會全部跑了 OK 所以呢 我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的話 1 錄製好 2 請你把這個 原來錄好的程式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做什麼呢 改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叫 第一次 前面加一個名稱叫P次 好了 再來的話 就是說呢 把它改成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下載 1到16 所以我前面加一個P次 那P次的話因為我要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 For i等於1到16 前面寫過 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前面這個 這個什麼註解這個可以拿掉了 那我就按個TAB鍵 在這邊打一個 For i 等於1到16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呢 把with 到Enterwith 這個中間的東西 搬到 For跟NAS的中間 那因為要縮排啦 因為沒有縮排感覺 For NAS看不到 所以請你把這個範圍 with到Enterwith 按個TAB鍵 選取按TAB 下一階 有沒有 For跟NAS 這樣就 就會凸出來 這邊就是裡面的東西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把 這個 1 改成i就可以了 你還記得吧 怎麼做吧 有沒有說以後 算以後移到中間 AND AND 再移到中間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他這樣的意思是說 他會 動態的去丟那個i的詞 就會丟1丟2丟3丟4 一直丟到16 OK 好啊這樣的話呢 我就中間加空白 這個我想我們做了N次了啦 所以大概 有沒有有印象吧 我們做了蠻多次這個東西了 OK 第一個完成 他會一直跑 可是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他第一次是 A1沒錯 可是如果第二次就要向下追蹤啊 所以喔 請你在for回圈的下面 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如果 什麼狀況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就是當我怎麼樣 開一個新的 裡面這個空的 那我做什麼呢 我就把 這個詞 設定為1 反之的話就是向下追蹤 所以喔 如果 Ranch Ranch 指的是那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啊 A1那個儲存格呢 如果等於沒有 沒有意思是空的啦 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lse 這個前面好像沒有講過邏輯 Enter一副 然後呢 如果他裡面是空的 那我增加一個變數叫r 這個r等於1 意思就是說 他是從這邊開始 哪一列開始的意思 反之的話呢 這個r 等於 如果已經有下載了 那我就讓他向下追蹤 從哪邊追蹤呢 從A1 幫我向下追蹤一下 追蹤到最下面一列之後 追蹤應該還記得吧 點end 錢瓜糊 向下 點什麼 點r 追蹤到當然列啊 加1 為什麼要加1 因為如果已經有資料了 那我要 檢測向下 對不對 向下之後的 下一列嘛 對不對 一定要加1 那這樣子他就不就 只有第一次從1開始 之後呢 就向下追蹤加1 向下追蹤加1 那再來的話你只需要做什麼 把這個r 放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他目前是一個完整自串 1在剛好最右邊 所以你只要把1刪掉 空一個end 加一個r就可以了 他就會怎麼樣 第一次的話就是 1 放進來 然後串接完之後 1 他就會變成什麼 1過來之後 他就自動幫他轉成 因為有遇到end 就變成雙引號1 那雙引號1跟前面這個 串在一起 那就是原來的 如果換成這個的話 100 比如說這邊變102 他就變成 放到這邊變 A 102 所以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撰寫完畢了 應該可以看懂邏輯吧 OK 兩個東西喔 一個是 I的部分 一個是 R的部分 最後確認一下 OK 就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空白 先開一個 空白的 然後呢 我們來跑跑看 不過如果你不確定說你跑的 是不是會成功 我是建議 按LIF8 主行跑跑看 A1是不是空的 4 他就跑R 1 然後呢 他就去 Page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他這一行一定會出現錯誤 Command Type 出現錯誤 怎麼辦呢 記得這一行 多餘的 把它刪掉 要不然就前面加一個單以號 註解掉了 因為這個是他裡面的一個bug 把這一行刪掉 或者前面加一個單以號就可以 其他都沒問題 全部執行 然後呢 他就會幫你抓網路資料 抓下來 OK 然後End with Net 這個時候A1裡面是不是空的 不是嘛 所以他會跳L 自動幫你Ctrl向下追蹤 追蹤到這邊 101 然後呢 怎麼樣 加1 所以這邊的話 向下追蹤 101 幫你加1 加了1之後呢 102 把102丟給R 所以這邊的話呢 R現在等於多少 102 所以呢 I現在等於2 所以他會下載第2頁 R等於102 會下載到這裡 會把第2頁 幫你下載 所以 這邊下載 然後底下都一樣 其實他會在最後一行在refresh 下載 有沒有發現 第2頁 在這裡 下載下 OK 那依此類推啦 第3第4第5都一樣 所以其他的話就讓他執行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他會一直閃 有沒有 閃完之後呢 Ctrl向下看看 如果你的結果是 1523 那恭喜你 你就已經把 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下載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這邊 需要改兩個地方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錄製聚集 假如細節太多 一下沒辦法跟上 你可以到我們的雲端上面 數學函數上面 我好像剛剛有放了一個 我會把那個剛剛的 步驟 大樂透歷史下載 好像是放在哪邊 是不是這邊 大樂透 待會我會把這個歷史資料下載 也把他放一份到這邊 這邊會講到怎麼去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第1個呢 先錄製聚集 第2個 修改那個聚集 兩個地方 一個是 for i 等於 1到16 第2個是 r的部分 混同 大樂透 遺 等於